大家好 我是XR 我以前一直用电脑看的是1080P的电影 这种电影一般容量是10到20个G 这种电影一般都是H264压缩编码的 也没有HDR 最近我研究了一下下一代的电影格式 也就是我现在看的这种1080P的下一代 那就是4K 蓝光的4K 然后用的是H265编码 另外还要加上HDR 比如这三部电影 这种电影的容量都很大 一般都在50到100G之间 这种4K H265再加HDR的电影在我这台老电脑上是否还能正常观看呢 下面分享我的经验 我的电脑是 CPU GPU是E3VR四核八线程 GPU是AMD的R9370 两兆显存 内存是16G 先说答案 其实是可以正常播放的 这个视频有点长 信息量比较大 先说播放器 我用的是 我用的是 这是从它的官网下载的 但是这款软件目前的最新版 它并不支持解压H265 默认它能播放H264的视频 不能播放H265的视频 后来我安装了一个LAV的插件 它可以用来解H265 这样用PodClear 解H265 正常播放是没问题了 那第2个问题 4K的这些 P 怎么下载呢 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花点小钱 都可以获得 网上有很多办法 在这就不详细展开了 下面说一下 硬解还是软解 咱们主要说的是 4KH265 我这个响卡 它并不支持硬解 这个R9370 这块响卡属于比较老的响卡 是GCN1架构的 这种响卡它只能硬解 H264 而且是1080P分辨率的H264 对于超过1080P 这块响卡是不能解的 H265它也不能解 所以只能依靠CPU来解码 我在播放的时候 CPU占用率会达到50%到70% 另外 我还安装了一个 补针插件 就是这个 蓝天补针插件 它是针对AMD 想卡 这是一个日本插件 在之前的视频中介绍过 它可以把24帧的电影 补针到60帧 1080P的电影 还有4K的电影 都可以补针 而且补针的效果 比一般的这种补针插件都要好 它这个补针 依靠的是 GPU的3D性能 如果是解码性能 它会占用 显卡的这部分资源 我现在在录屏 录屏用的是AMD 显卡的 编码加速 它用到的是 显卡的编码性能 如果是1080P H264的电影播放 它会在这有占用 这是显卡的解码性能 我在补针的时候 它用到的是 显卡的3D性能 这块会到达50% 甚至到达70% 网上有很多人说 用这个 MAD VR 来播放4K视频 我也尝试过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效果没有想象的好 而且它对显卡的占用率非常高 所以它的性价比不好 至少来说在我现在这个平台上 它的性价比不好 不如PartPlayer默认的效果 再加上使用LAV的 视频解码 再加上 蓝天的补针 这样效果是最好的 另外还有一个要说一下 这里有一个视频 视频我使用的是 内置的 D3D11 视频渲染器 注意要勾选这一项 如果不勾选这一项 画面会显得很暗淡 关于这项的内容比较多 一会儿再详细展开 说到现在我这台电脑的软件 硬件 还有帧数 都没问题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播放4K蓝光 HDR电影的时候 画面很暗淡 给你麻烦 下词